我就是这个是少的 如果车要堆取的 这个是满满的一车 假如泄露了 影响整个学院 甚至扩散到整个上海 早上我是6点钟准时上班 我正常的事情都会提前的 五里面就要到了 然后来了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隔离符盘好 会不会有些担心 只要做好防护 还好 我心里没有回去干 准备吃饭 6点半左右 病人的饭送过来 然后我们就把病人的饭 整理好以后送到病房去 每个人里面的生活垃圾 我们要分类的 然后大小便 我们要把它用扎袋扎好 分类 拿出来以后 再进行另外的包装 大概到八九点钟的左右 生活垃圾全部弄好 进行打包 病人的大便小便的 这个袋子多 我们都要用三成 防患于未然 假如泄露了 影响整个学院 甚至估散到整个上海 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 它只要隔离区的人送出来 我们办好交接手续 我才能把它拉走 我就是这个车是少的 如果车要堆起的 这个车是满满的一车 两个盖子盖好 但是你不能翻到盖子外面去的 但是是必须是封闭的 堆起来的话 就是说最起码有三百斤中 多的话就要超过十五百斤 四百斤中 我早上收的银是晚上的衣费垃圾 晚上白天的衣费垃圾 我是晚上下午收掉的 所以说你楼面上 不可能产生隔夜的衣费垃圾 他们总在里面好像有点焦虑 这些情绪 但是只要我看到了 我会跟他们讲讲 我讲不要着急 只不过在这里观察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就是得了这种病 也没事的 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 这么新建 我也有时刻安慰安慰他们 所以说不管是病人家属 还是病人 他们心情都不好 所以说我们两句 我们没有越远 远遇到过 他说你推个衣费 之后这么张 你们利用我远一点 那我可以反驳 但是我们是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必须 第一个是态度问题 完了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 要么你先走 我等一下 我必须把它让过去了 我再走 我来这里的宗旨 我只有一个 我是中国人 是一家人 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抛之脑后 多少一点担心的 但是随着时间长了 就是感觉不到了 就是说没什么 这个疫情并不可怕的 只要是我们是人 就可以战胜的 有人民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 实验的支持 你说我们害怕什么 没有不可战胜的 我还是要转走 我频道 挺好 我开始 感谢观看